里面在这儿 接近中线或者太过于边线 那么这个过于边线的这个点呢 是我们在发直线用的第一跳的点 那么斜线的时候要往前移 就是你这张球台的 大概是偏我的反手位 偏小脚的这个位置 这是我的第一跳的落点位置 在发斜线 发直线的时候接近边线位置来发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发球的时候经常会 你看有的时候在这儿去出球 在这儿去出球 我们想去发到大角度的斜线 这就有难度了 这个跟你的抛球是有关系的 我们抛球离自己的身体太远 我的手就要去找我抛球的第一跳 这样的话我在发过去的球呢 很有可能它的出球角度和用力会受到影响 我们就发不准位置 所以大家要记住 发直线球的时候接近边线的第一跳走 发斜线的时候稍微往前窜一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手掌的距离 第一跳的位置在这个位置来发斜线 那么你的第一跳的入射角和第一跳的位置 发过去的球 我们落点才能发的更加精准一些 直横它都是一样的 就我拿纸板发 它第一跳位置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 我们往往由于紧张 我们拿起球就发实际上错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发球节奏 今天我也会说这个发球节奏的问题 因为那天老韩给我开拓了一下很好的思路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呢 大家千万不要啊 比赛拿起来我就这样 召集出手 你看来球 召集出手来发 千万不要这样 你在比赛的时候 你要站定在这 站定以后 准备好 看影拍准备好 所有的动作都准备好 重心已经下降 重心已经蹲下来了 我的手上也准备好动作以后 你看 这个时候 突然出现动作 那么我们很多是什么呢 我们拿了球以后 还没等站稳了 我们就马上就去发了 一是我们的重心没有调整好 对吧 第二是我们的动作没有调整好 第三你打完这把球 你应该怎么样进行第二次的进攻 你也没有想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节奏 我们切记千万不要急 把这个动作所有的动作都准备好 重心下来 左腿踩住重心 收腹寒胸 动作摆好 无论是勾手也好 我还是左侧拳也好 我准备好以后 调整呼吸 这点也很重要 不然容易紧张 一紧张 手一软就容易发失误了 把呼吸调整好 准备好以后 然后再进行出手 那么这样发过去的球呢 第一就是 我们相对来说准备的必要充足 对吧 发失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第二 我在发钱 我的脑海里一定要有重心意识 什么叫重意识 准备好这个站姿 准备好以后 调整完呼吸以后 注意本台的第一跳 你要想这球你发短 好 那么我第一跳稍微往前移一点 对吧 那这球我要发长 那我第一跳一定要想好 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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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边 你看 想好以后 那么你在出手的第一跳 你就有发球的意识了 拿球就发 很有可能用力过多 第一跳找不好 弧线不够 导致我们发球失误 所以大家第二点是什么 我一定要准备好我的重心 准备好我的动作 准备好我的第一跳 我再开始抛球 进行拧拍 没有关注我的 大家可以点点关注 好不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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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